Hey guys,大家好,我是原有斯加達,歡迎大家收看今天5月16日的每日情報 好,今天的內容主要跟原神有關,當中也包括今天要講的吹水話題 就是關於角色等級上限突破100例的話會怎樣呢? 我今天主要都會講這件事,當然也會講關於流浪者和白雪的卡式流水分析 在開始今天的每日情報之前,希望大家記得如果還沒按訂閱的話,快點按訂閱吧 還有記得按鈴鐺,以後每逢我出片或新的通知的時候都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還有喜歡所有元有門抽卡順利、勾氣滿門、小寶帝不歪和十年三金 好,首先就跟大家講有關於流浪者和白雪的卡詞 到底收入是如何呢?其實已經差不多隔了48小時了 其實也是昨天6點就開放下半卡詞 現在就差不多有48小時了,那到底情況是如何呢? 直接就為大家開估吧,這裡可以看到流浪者和白雪的抽取比率 其實可以看到流浪者有3200元,而白雪有1300元 這個數量相對來說比較少 這裡其實就跟大家講,這裡是48小時的 即是說是由前日卡詞開放到現在差不多接近48小時 這個抽取率,就是抽取率,或者出貨率就是這樣 其實你看到這個數字也不算很多 基本上其實我計算過,這裡的總共有4519 如果按每小時去計算的話,即是說 平均每小時的出貨率是有93 這93個當中就是有流浪者和白雪的線,也加在一起 當然,這裡也還沒計算Y出來,那如果計算Y出來的話 可能會再多一點 而至於下半卡詞方面,下半卡詞就更慘了 重回到這個八位數,你見到 主要都是這個鈴鐺,抽取率會比較高一點,570 而這個綠色大便,有個簡稱,就是白雪的專武 就是有460,相當之低 其實總抽取率也不算我會過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次卡詞的分析 其實可以看到,剛剛看到的抽取率是93 它這個平均的抽取率,其實是首次低於100 自從4.0版本打入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我用了一個Excel去整理 大家可以看到,過去由4.0版本打入開始 每個卡詞可以計算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是4.0.1,4.0.2,4.1.1,4.1.2 前面的兩個數字代表版本的數 而下面的1.2代表分析是上半卡詞和下半卡詞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14個卡詞 就是由4.0版本打入開始 到現在4.0版本的下半卡詞 這14個卡詞的統計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是白雪的這個詞 這裡其實可以看到有藍色和紅色 藍色和紅色 就是4.5.1的卡詞 就是千積的卡詞 那方龍一斗和千積的卡詞 頂籠都剛剛好是過100 但問題就是白雪和流浪子的卡詞 那個數字是連100都沒有 所以說這個基本上 應該創下了4.0版本打後 封單版本開卡詞之後 流水收入是最差的 基本上還差過4.5和4.4 甚至4.2都還差過這個數字 基本上就是這樣 當然這裡也是按回 當時的一個平均數 就是說它這邊的卡詞的總抽取數 再除了經過了時數 除了開的話 就可以得到一個平均的抽取率 看到最高就是白雪和浪子 就是4.2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 這次卡詞完全是一個不值一提的 一個流水值 差到一個點 那更何況說 還要去到武器 武器更加要去到21 平均的抽取數是21 很低 所以我個人認為 應該算是 所有卡詞裡面 收入應該是最差的 包括之後4.7 以及4.8版本 沒辦法 因為那些人 其實打算說 接下來要抽取希甲文 黑羅林德 有些人想想想 草石去抽5.0版本 角色 也都明白 好了 接下來就跟大家做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話題 今天的重點 就是說 如果角色的等級上限 開放到100 的話 到底會怎樣呢 其實這個話題 並不是我自己特地想到 其實這個話題 是源自於 最近有位內鬼 叫Full的內鬼 傳出5.0版本 有機會開放這個角色的等級上限 100 那 開放這100 這個問題 其實我個人認為 都很值得去深究的一個話題 因為 或者這麼說 其實這個話題 其實是比較有爭議的 就是大家都會 可能會比較多人說 假設說 如果開放100 的話就會有很多 正常來說 是這樣的 但問題就是 其實這裡 我會探討 有五樣東西 有關於開放100 之後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大家 你們想不想像到 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們想像不到 都沒關係 我之後來 我就具體地說 首先 第一 就是 如果角色開放等級上限 由90到100 的話 前提一下 大家的冒險等級上限 必須提升到65 簡單來說 就是要突破這個冒險等級 角色的等級上限 就受限於冒險等級 正常來說 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你不突破這個冒險等級 的話 你角色的level 是會鎖死的 就像是之前的 之前的 角色的level 如果你的冒險等級 不夠高 你角色等級是提升不到的 所以說 正常來說 如果想要提升這個 角色等級上限 前提必須提升冒險等級 提升等級 提升等級 意味著 需要更多的力量值 更多的力量值 意味著 需要更多時間 於是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大家知道 老混家應該知道 就是 55 到60 大家知道 要多久 起碼整年 592 加起來 差不多 如果你說 60 上到65 你覺得要多久 是不是需要 七八幾日 八八幾日 九八幾日 甚至一千日 如果這樣的話 即是 假設 如果真的5.0版本 真的開放這個 冒險等級 65 我想 大家 上到天空島都還沒有65 因為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再加上 本身 升上65 所需的時間 肯定會比 55 升上60 的時間更加長 所以 其實這裡 我覺得 原生 有個地方 是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 不太明白為什麼 明明50 上到55 那麼短時間 為何由55 開始 提升的時間 會加長 不再縮短 我就不太明白 其實我覺得 如果真的說 假設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我懷疑 可能官方 會將這55到60 之間的時間 會縮短 將 60到65 的時間 延長 可能會達到 假設 一個新入坑的原油 由1 可以升的話 他想升到 上65 的時間 等同於現在 新入坑的原油 1 升到60 我個人認為 應該都有這個可能性 對不對 就算如果真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機會 說 55 又需要五百多日 很瘋 就是 上了天空 都沒升到浪 如果對於老玩家來說 對了 第二 也跟剛剛 這個冒險凳架差不多 就是 想要解鎖這個冒險凳架 其實必須 要開放 這個世界特級的開放上限 原本 大家知道 上限是8 正常來說 如果想要提升冒險凳架 同時間 肯定會開放這個世界特級9 這個世界特級9 我想大家知道 意味著什麼 沒錯 就是到時候 原魔的等級 是會上到100 現在 大家知道 大世界的原魔 不是降到3 如果真的開放到世界特級9 的話 原魔是會上到100 對於一些 平時沒有怎樣練 實力的原油 可能會有點壓力 因為其實原魔 如果大家有打過 心境狼蛇十二神 原魔100 除了血量會更加厚 之外 功力會更加高 很容易就會自命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當然 換句話說 如果真的原魔等級高了的話 我覺得其實 掉落素材應該會比較多 包括你打地木之花 打周本 或者打普通的原魔 他所掉落的素材 我想應該會比較高級 或者掉落的會比較高一點 而第三點 就是有關於心境狼蛇 心境狼蛇 如果假設 出現了我剛剛說的前提 就是 冒險等級開放 然後世界等級提升的話 我個人認為 很大機會 就會開放 第十三層 這個心境狼蛇 不用說 第十三層心境狼蛇 肯定會比 第十二層更加地獄 對不對 因為 那裡的原魔 如果我分析的話 如果假設第十二層的 maximum level 是100 那如果 假設真的開放 第十三層的話 第十三層的原魔 肯定最高會是110 那肯定不用說 血量 功力又肯定會再高很多 那如果本身 你打不過第十二層的話 你就更加不用擔心 你們想著可以打到 第十三層 因為你 第十三層 起碼最低層的原魔 或者最 假設第一層 第一層的能力 等級 已經等於 心境狼蛇 第十二層的原魔 如果假設你真的 連十二層 第三層的原魔 打不過 我跟大家說 肯定打不過 你十三層 不要這樣說 而 第四點 就是有關於 角色培養的突破作為荒蕪 其實這段 我也沒什麼好說 因為我相信 其實 玩了三四年的 原神的原友們 我覺得 團素材 大家已經團了很多 放棄其實 魔啦 天賦書 或者 那些經驗書 其實我覺得 大家應該都團了很多 所以說 對於一些 角色培養的 一個 突破素材 其實我覺得 需要去收集這些 我覺得不成問題 頂多 可能要花那麼多時間 但問題就是 大家知道 現在90 如果80 上去 90 你看到 其實那些素材 都是這麼多 如果想要去到100 的話 那些素材肯定會有很多 天賦書 或者 一些角色特曝才 都很多 換句話說 就是 培養的角色難度 可能就會有一點 增加 可能對於 新入坑的原友們來說 真的會比較難 但如果對於老玩家 可能不受影響 而最後 就有關於 角色天賦的上限 如果真是說 角色的等級 開放到 100 100 的話 我有理由相信 連著 天賦 技能 等級 應該都會開放到15 這個 其實 我跟大家說一下 15 這個並非 這個不是我推的 因為 本身官方 這個 內置 假設 角色最高等級 是有15 即是說 15 它對應著 所謂的提升 這個數值 是真的有這個 只不過問題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官方 他把上限是33 但沒有了14和15 這件事 那是不是真的 暗示著 可能 假設 不知道是否遲些 某些機會 就會把等級 可能透過 角色的一個 天賦技能 去拉 某些 隊伍 所有的角色 例如說 公子的被動 公子的被動 可以提升普攻的等級 萬一如果真的 可能去到 14 15 也有這個可能性 我懷疑是這樣的 當然 你看到 剛剛我說了很多的問題 提升很多的等級 我相信 對於大家來說 應該都 會有很多問題 或者很多意見 也不要緊 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說 但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你說 與其 提升等級 我自己反而會比較多 偏向於 希望 官方 儘早就快點 拉滿了這個體力條 對不對 現在玩了 原神差不多三年 由原神開服到現在 他的體力條 完全沒有變過 仍然都是兩格 多一點 我假設240 差不多這個位置 但是 到現在 遲遲都不肯去 提升體力條 我不知道是有什麼原因 但是 其實 我想 大家都想當初 玩原神的感覺 我都知道 希望我體力條 可以拉多一點 有更多的體力條 意味著 你可以跑得更加久 跑得更久 那戰鬥的時候 你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可能施放重擊 或者什麼 或者可能走 閃 這些更多 這個機會 假設你真的體力條 不夠的話 你就在戰鬥上 就處於一個比較失利的狀態 所以 其實你說體力條 越多的話 其實越好 不知道 會不會有機會 開放體力條 所以說 以上就是 關於今天 5月16日的每日情報的所有流行 希望今天流行完 沒有什麼參考 當然不妨忘記 CSL 如果沒有移民的話 都很歡迎下面提出問題 好 就這麼多 今天每日情報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